2020年天文現象多多 10月除了有萬聖節的南月亮外 還能遇到每兩年一次的火星沖日現象 火星沖日是指火星、地球和太陽幾乎排成一直線 地球位於太陽和火星之間 這時火星被太陽照亮的一面完全朝向地球 所以特別明亮,易於觀察 卡格利大學天文台主任朗格利表示 10月6日是火星最接近時 但火星沖日現象仍然可以在接下來的幾個晚上見到 今次地球與火星的距離是6207萬公里 雖比2018年火星沖日時要遠一點 但仍然不會妨礙民眾用肉眼看到這個景象 而在10月14日後,火星距離地球會越來越遠 因此天文愛好者要好好找近機會觀察 地冰冠就需要借助高陪望遠鏡 謝謝 地方 將 THE LEMF